美味素食简单做 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简单美味 香气十足的香菇豆腐包 一块嫩豆腐 我们先把它切成片 大概一厘米厚就可以了 一根胡萝卜洗干净 滚刀切成小块 再切一点姜粒 喜欢吃香菜的话 切点香菜碎 我提前泡了一点干香菇 泡发好的干香菇挤干水分 然后准备平底锅 我们来煎豆腐 我们用的是嫩豆腐 口感会更加的嫩滑 放上去先不要冻它 煎豆腐的时候撒一点盐 会更香 看到底下煎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翻面 接着再煎另外一面 煎到像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先放在锅中备用 再准备砂锅烧热放一点油 放入姜粒爆香 然后把香菇还有胡萝卜一起放进来 翻炒均匀炒出香味 接着把我们煎好的豆腐一起放进来 倒入适量的开水 所以不用太多 然后简单调个味道 先来点盐 来点味极鲜或者生抽 再来点树蚝油 胡椒粉也来一点 盖上盖子 我们再炖煮10分钟左右 让豆腐吸满汤汁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点香菜碎 这锅热气腾腾香气十足的香菇豆腐包就做好了 美味素食简单做 素食也可以很好吃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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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